浩瀚宇宙中,我们的地球是最美丽的蓝色星球。 阳光、空气、水、土壤是人类生命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传统的生命哲理想叫天人合一的修道, 现代人强调均衡饮食与运动养生。 这些所追求的就是与大自然环境能和谐的神心灵, 因此推广全人教育与预防医学之间产生了绝对的因果关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了过去我们所认知的要拥有健康的生活、起居, 还有要适当的运动、健康的饮食等等。 现在开始有医学和科学的研究显示说, 人类的正向意念它所带来的能量, 居然大到足以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还有物质的状态。 而唯有我们周围这个环境变得健康了, 我们才可能真正得到健康的神心灵。 我们今天所邀请到的这位来宾, 长庚生物科技董事长杨定一博士, 过去就一直在致力推动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么今天他来到现场要跟我们讲的是这个神心灵医学的全人教育。 我们欢迎杨定一博士。 杨博士生于台湾,7岁移民巴西, 13岁以全国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巴西医学院, 21岁取得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神华博士及Cornel医学院医学博士, 27岁担任洛克菲勒大学分子免疫及细胞生物学系系主任。 在此期间,在国际期刊上, 共发表过300多篇医学相关领域的论文, 并于1996年获得美国自由省奖章, 并列入美国国会记录。 杨博士,您好。 你好。 我们知道健康和长寿是现代人相当追求的一个目标。 杨博士长期来一直在推动所谓身心灵的健康这样的观念。 可不可以开宗民意先跟我们大家谈一下, 告诉我们您所推动的健康之道到底是什么? 好,我们一向讲究一个全人的健康。 也就是说一个人其实不是光有肉体, 也有心,也有灵的方面。 要健康的话,要一个全面的健康。 一个人也不限制在他个人也随时都受到家庭、环境、社会、地球的影响。 所以要健康,也要讲究全球、整个社会、整个家庭都健康。 一个人才可以充满的健康。 那这种想法,我们也可以称它叫做这个全面医学。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 我认为就是一个人不应该等到得病。 生病了,再去看医生吃药。 再去吃药。 好像是一种被动的做法。 我认为这个健康要很积极去追求。 不过杨博士,您是学医的。 我们看到您的整个求学的经历。 我想所有人看来都会觉得您是个天才。 13岁,您就进了医学院。 到了21岁,您拿到了医学,还有这个生化的双博士。 27岁,您就当上了教授。 所以您是接受非常专业的医学训练的。 但是刚刚您提到这些很多观念, 包括您提到的让自己的心灵健康, 就是整个从全环境来看, 其实它有一点,怎么讲, 有点玄,有点形而上, 甚至有点接近宗教。 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从非常讲究科学的医学领域 跨到这个领域当中? 好,因为我个人是做免疫, 做这个癌症,肿瘤, 专业。 那常常会面对一些这个相当严重的病人, 甚至有看过很多很多病人走掉。 那从我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的西医目前发展虽然很了不起, 在技术上,在科技有相当多的突破, 但是还是总是让我感觉它没办法解决一个人的全面的健康。 所以你并没有推翻现在所的西医的观念,对不对? 没有,不光没有,我认为要, 我们需要采用, 而且甚至就是说, 我们样样所推荐的, 推广的, 都离不开科学, 其实西医离不开科学, 那我认为就是说, 只要我们大家愿意去做, 去试这个方法, 其实可以拿自己当作一个实验的作品来, 来这个, 来接下来检讨这个问题, 看到底我们所介绍的正不正确, 古人从现在到现在所讲的, 是不是有他的道理, 那我认为只要去做都会发现, 这种方法, 也是古人古老的,最古老的方法, 它其实会带来健康, 所以它跟任何医学,科学,宗教,哲学, 都没有产生冲突, 刚好相反, 我认为它可以包容一切, 它其实可以综合西医,中医, 哲学,宗教, 那我常常跟好多朋友, 医师,朋友, 常常分享, 我认为应该没有矛盾, 矛盾是我们自己人造出来的, 很多朋友说, 这个宗教跟我们科学不相关, 我倒不认为这样子, 假如我们科学发达到一个程度, 它应该包容一切, 甚至包括哲学, 包括这个宗教, 完全没有任何矛盾, 所以你强调的身,心灵, 这整个, 甚至包括教育在里面, 其实站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不对? 是, 好,今天这个杨博士现场, 带了非常多东西, 要我们一一地来做展示说明,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开始? 可以, 好, 我首先, 我认为最重要是饮食, 我们一天吃三餐, 所以从古人, 我们这个希腊, 就是这个西医的, 称他上司或者是主席人, 他当时就提到说, 希望把这个三餐的饮食, 当作你最好的药品, 那我感觉这也是一种, 也是个尝试, 但是我们要, 也要稍微, 对, 有点困难, 你看我们现在吃的饮食, 这个油炸类的东西, 都有太多, 然后都不均衡, 所以我们一个中心的理念是均衡, 倒不是劝大家, 非要吃素, 非要怎样不, 其实就是均衡, 那均衡也离不开科学, 那从我们这个金字塔就可以看出来, 这是我们的真元的金字塔, 我们最讲究的还是微量元素, 跟这个维生素还是离不开, 它是在我们身体占的比例是最少, 但是在金字塔, 你看排得最高, 最重要, 因为我们身体没办法制造矿物质, 但是你看我们多年来, 这个土壤, 很多很好的矿物质已经稀释了, 已经可以讲说就是流逝了, 流逝了, 那现在都吃不到, 本来我们人体需要是90多个元素, 92,93个元素, 今天在饮食真的可以找到不到20, 30个元素, 很多微量元素都吃不到, 所以首先元素最重要, 那接下来这个蛋白质, 蛋白质我们的看法不一定要吃那么多, 我们人, 大家的习惯先吃太多了, 尤其在中年不再成长的时候, 吃多了太多蛋白, 尤其吃肉类的蛋白质, 它带来很多负面的作用, 比如说这个在消化, 没办法完全可以排出来, 一些这个发酵的, 一些流下来的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 流到身体里面, 这些会继续污染身体, 这个三餐的饮食当做你最好的药品,